Rain V 大家好 我是Rain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家位於知名的景點 九份的一家茶樓 當天晚上我大概五六點抵達 想說不應該有很多人吧,所以可以好好的拍 結果竟然遊客還很多 而且幾乎都是日本跟韓國的旅客 這個世界還這麼多,覺得有點意外 因為老街上的店家大概七點左右吧 就收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插樓之類的還有開而已 那這個世界大概已經六點了,很多店家已經開始變收店了 而且這些遊客幾乎都不是團體客,只有自由行居多 那台灣如果有更多地方像九分這樣啊,多旅客的話呢 觀光會更棒喔 那下樓這邊呢會稍微塞一下,因為前面是下坡的階梯 那下樓這邊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雨天的時候 而且這邊呢也是最佳的拍照景點,可以拍出很特別的九分味道 接下來呢就是介紹今天的主角 阿妹茶樓 據說日本共和大師宮崎駿呢就是以這裡 建構出神隱少女的景點場景 也難怪這麼多日本遊客的編曲朝聖 所以是呢,竟然坐下時啊 我還一堆以為我還到了日本一樣呢 因為前後左右都是日本人的,在講日本話 那一部中華呢,古色古蝦就不多說 以上的介紹了 接下來影片帶大家觀賞囉 開玩笑 這是熱飲今天點的茶 茶有熱飲跟冷飲都是可以無限續杯的喔 我選擇冷飲,那喝完之後要跟店家說一聲 他就過來會幫你加滿了 熱飲的部分呢,桌子旁邊會放一壺開水 自行加水沖泡就可以喔 這是最便宜的烏龍茶,其他還有更高價的茶喔 這樣一套組合的話含茶點是300塊 以觀望界區又可以無限暢飲來說 在隔壁不貴,而且茶飲品質還不錯喔 結帳時呢會送你一張阿妹朝的明信片 可以帶你去做紀念或是書寫寄給朋友 覺得這樣消耗禮物的概念呢,我覺得很棒 店呢幾乎都會簡單的日輪 剛好我旁邊的客人正在教客人怎麼泡 這個呢就是喝熱飲的茶具 熱飲的方便,用個爐子去澆加熱 整體的感覺呢很棒 大家如果有來酒分的話呢,推薦給大家來這一間 那這個時段呢因為人太多,所以他們只有提供喝茶的服務 如果想用餐的話,早上先來會比較好一點喔 這個上坡看到,有酒酸了 然後呢,進來老街外的公車站 準備搭乘96塊地公車回台北 角落公車是最近這陣子開發起的一個新路線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興趣的話,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喔 影片連結的話,在右上角裡面喔 今天影片也分享到這邊,謝謝大家觀賞 RyTV只要是分享國內要有旅遊,3C開箱,美食練家 以及生活方面的日常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我們幫你咚咚咚接收喔 幫我們按讚以及分享,以及不要忘記訂閱以及開啟鈴鐺 對影片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有任何問題以及在合作,歡迎來信 如果每天就更新影片,歡迎你鎖定欣賞 謝謝大家